近日网上不断出现关于一样千玺性格抑郁爱自残等侮辱性评论 7月1日晚 一样千玺工作室发声明称不实言论 给一样千玺及家人朋友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我们必须拿起法律武器对一样千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 工作室表示将委托律师进行进一步法律维权和追责处理 工作室声明表示经过调查和取证 目前本团队已经将部分长期存在恶意诽谤 散播谣言行为的网络用户和账号收集 声明中写道 相关网络用户对一样千玺性行诽谤和侮辱 已经触犯了法律 现已委托律师就相关侵权行为进行了证据保全公正 并将采取法律措施 坚决追求追权者的法律行为 避免相关不实消息继续扩散 请相关网络用户及网络平台立即删除 并停止传播不实消息及误导性言论 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声明中最后称 此次将选择不再沉默 坚决维护一样精细的权利 对恶意造谣者绝不姑息 此言证声明报告后 网友纷纷围观并一致留言力挺